大家好,我是小这个,在28号试惯正赛开打前,火压雷霆杯击分赛来了一波预热,让几只K票战队互相切磋,而第一轮的比赛击分出路后,仇坏了QG的粉丝,因为QG与RGM并列到处第一,除了RGM谁也打不过,很多网友纷纷调侃,也许是最近被收购后商业许远皆多了,队员都不在状态,其实小这个认为这也不排除,但对于QG的实力,个人觉得不是真实的。 其一,这个比赛相当于训练赛,而且是BOE,队员练练英雄阵容很正常,其二,试惯正赛不是BOE的比赛,所以看雷霆杯第二轮BO7,QG如何发挥再下定论,其三,老联想给其他战队使出障眼法也说不定,毕竟这种mobile游戏也有一定的战术在里面。 其次,弗莱一直说过,从下面往上打才有意思,QG出席赛就是从B主一路连胜上来的,这种感觉和热度才是最极限的,只能说不排除状态不好。 但QG的实力来说,这种事在正式比赛不可能会惨到,打MTG,KSG和WE一场都不赢,所以QG的粉丝们也不必着急,好戏还在后面,有勾血的剧情才能打出最好看的比赛。 对此,大家怎么认为呢?喜欢这篇听给小这个点赞关注支持一波,每天更新非常感谢。